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礼拜五 明天礼拜六 礼拜六补交易 因为下个礼拜要放四天假 昨天我女儿听到说 要礼拜六补上课 一个脸臭臭 一般上班族 但是不希望礼拜六也上班 可是股票市场呢 股票市场你就是一个小老板 你透过股票市场 你再做赚钱 有开盘就有做生理的机会 有开盘就有贪金的机会 所以明天开盘我个人是很乐观的 因为开盘就有赚钱的机会 就看你做得做得不对而已 就看你做对做错而已 今天台北股市跌11点 年半第二天 昨天28点 今天11点 两天加起来跌39点 39点左右 一点点而已 两天才跌39点而已 问题是你压对还是压错嘛 指数虽然跌11点 你知道今天有20 今天有25家 有25间涨停板 今天有56家涨5%以上 有50几间 起56间 起5%以上 所以看你买对还是买错而已 看你买对还是买错而已 你看清云 5386清云 清云今天又跌停了 清云今天又跌停了 连山第四天 连续第四天了 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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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两天才正在跟你讲而已 有个高票去用插管 如果它没有基本面 怎么上就是怎么下 去年前三季 不过才六毛钱 前三季才六毛钱 第三季 第四季 又也不怎么样嘛 对不对 去年整体是营收是衰退的 你高下一个对20块 当差到80块 跟我们那个鸡蛋 如果没有那个价值 炒高之后 竹力一放手 竹力一跑掉 它就是无底深渊嘛 你看连山四季跌停啊 所以看你买对还是买 不对 你如果买到这也很痛苦 不就很难过 是不是 往这也是啊 400楼到现在 存285 214块 今天要继续跌3.8% 大盘才跌11点而已 支付完全就看你 对跟错的问题而已 你看今天我们的高票 晶电 涨停 晶电 涨停 你如果在看我的节目的 你就知道 我晶电买几天了 我待会吃饭 我过完年之后开始买的 我过完年之后开始买的 大陆开始调高LED的报价 我过完年之后开始买的 我在节目里面推荐过很多天 同时 我在早上的节目里面 强胖初期里面 我也推荐过好多次 今天直接开高 一下就大涨 一下就涨停了 大盘虽然60点 涨停 有没有影响 不影响你的获利啦 就看你压对压错而已嘛 是不是 5377的中光店 一开就是涨停板 一开就是涨停板 我这句高评也说很久的 对不对 这句高评也说很久的 对31块才开始讲啊 老师走好慢哦 真正行情来的时候会让你吓一跳 一开就涨停 昨天发布财报 昨天发布财报 第四季1.73是九季来的最好 去年4.52是六年来的最好 我当时在这里讲的时候 我是不是讲 站上年限 站上年限多头的开始 加上这家公司 进公司 对一百块下来 从一百块钱下来的 底部盘了六个月的底部 在这里盘了六个月底部 这是什么 上升三角形 更大的三角形 一年半的时间 这底部盘了之后 只要35块36块一上去 一定会充的 这个不是赔钱的公司啊 这不是了解的公司 每年都赚三块四块 古年一探四块盘 六年来最好 账上净值一股 你知道一股多少你知道吗 一股48块钱 账上一股48 那不是了解的公司啊 账上一股48 每年都赚三块四块 去年是六年来最好 你如果说公司业绩很烂 都了解 股价低于净值很多 没话说嘛 对 因为营运烂嘛 营运每年都赚三块四块 去年又赚到四块六 四块半 六年来最好 那股价怎么会离净值那么远 净值在那四十八块 净值在四十八块 股价怎么会只有三十块而已 这就是蚌子贵贵贵贵贵贵贵的 所以很多人在做分析的时候 只是一直在看着 今天上上去 今天上去上去 那个没有用啊 那看得很肤浅 你要去评估的是 每一家公司 它的值有多好 它应该有多少的价格 应该有多少的价值 现在股价市价有多少 有多少的溢价空间 有多少可以让你赚钱的空间 哪些股票已经涨过头 它的本质没那么好 那堆楼后面都要试的 你要评估这个东西嘛 不是只是看报价那边跳动 哦 这支给你打开 那支给你打开 不是在看那个东西 你看我中光店讲的时候 有什么的说 对不对 现在涨停 净值四十八块 还有的啦 还有的啦 这支股票有来都是机会啦 今天2915论泰权 六十四块啊 这两天所有消息最夯的 当然前两天最夯的是 游览车那个翻车 对不对 昨天跟今天最夯的是什么 就是阿里巴巴马云 要买大润吧 对长哦 每个小时 现在新闻都是连播的 一个小时一次 一个小时一次 从昨天开始一直爆 每个小时都爆 那等一下为什么 阿里巴巴要买大润吧 因为大润吧 目前是中国大陆 最大的卖场 台湾目前最大卖场销售是谁 加勒福嘛 对不对 中国大陆呢 就是大润吧 大润吧的销售据点 比加勒福还大 营业额也比加勒福更大 所以人家抢着买嘛 你如果公司烂 谁会买 对不对 你公司很好 当然人家买会买嘛 所以这两天传出来 阿里巴巴马云 也要抢着买 中国大润发 所以股价 这两天 开始叮噹啊 开始冲啊 我今年四十五块就开始买了 我们去年四十五块钱就开始买了 对不对 一波 两波 在冲第三波啊 你等你到消息再去 那就买了嘛 对不对 我是希望不要卖啦 我希望卖卖啦 为什么卖卖你知道吗 卖不见得是好事啦 有一只金鸡母会下金鸡蛋 那你为了要一次把蛋都拿出来 你把那只金鸡母杀掉 那就没有鸡蛋了 听我的说什么 懂意思没 大润发在中国是最大的卖场 那最大卖场代表他赚最多钱嘛 所以人家抢着要嘛 那你就看在 哎 卖到可以赚钱 很多人想要卖 那就再卖掉 那卖掉之后以后就没有了嘛 那没有之后 这是我所说的 你把金鸡母卖掉之后 以后就没有金鸡蛋了嘛 我相信宁燕良那个 那个大老板哦 他赚 没那么傲啦 你可以用其多很多的方法 引他们进来投资嘛 对不对 够有些比较有利的人士 对不对 对公司有帮助的嘛 不见得说一定要把公司给卖掉嘛 是不是 论泰权一年都贪八户的公司 都贪八户的公司 我贪的股票哦 我推荐的股票都是很好的股票啦 林何彦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其他老师只有看什么股票标 叫会员去追 我不做那种事 我专门在找业绩很好的公司 从底部开始投资 让会员一档一档大赚 你回去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道了嘛 对 论泰权一年都贪八户 我从这里开始讲 这样对啦 是不是 2448对 扎是买相买的 你看 게임 跌多深 长线的部分跌多深 半df队aları 眨到买相买的 我中间这里都不满 我已经想买相买的 就看你买对买错 3450 联军 哇 又去 林何彦你被洗掉了 洗掉就洗掉嘛 有什么关系 水掉就水掉嘛 我们13块钱没的 站上月线开始没的 15块钱没掉 落下的 又挖起来 指标这么高 我也不敢再买了嘛 没掉就没掉了 38K 落在那里 地烧烧也很好啊 你有下来 指标蹲下来 股乱一百三五金Q 你如果真的不乱 我做别支股票也好嘛 不要去练股情节 没意义 不要去练股情节 昨天美国小涨 感觉上美国也开始攻不上去了 欧洲昨天小跌0.3%到0.5% 今天亚洲股市都下来了 你看日本0.58% 香港 刚才落百几点 现在稍微缓和一点 大概0.4% 那大陆0.8% 0.6% 整个亚洲股市今天都下来了 台北股市两天落39点 算是比较少的 可是指标在高档 刚形成死亡交叉而已 所以指数蹲下来是合理的 连续四天 今天数据我还没看到 你如果比较勇敢的你去买我没意见 辽级就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个股很多跟大盘一样 指标都在八九十 我也不会买了手啊 那有蹲下来就是好事嘛 有蹲下来就是让你减便宜的机会嘛 可是不要乱买 你不要去买那种 不要去买那种 已经标很高的 对不对 已经标很高又没有基本面 那一蹲下来一买 马上死掉 因为一支股票炒高 一定是有阻力把它拉上去嘛 那阻力拉上去 阻力脱手了 掉下来你才接 那当然一接之后它就垮掉嘛 所以你不会去买这种 不是买这种涨高的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底部刚开始的嘛 对 你要买底部刚开始的嘛 经电间涨停 如果蹲下来 有蹲下来就是好机会嘛 只怕它不压回来而已嘛 我们前几天这里买的 但不压回来我们开心啊 可是有压回来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嘛 对不对 五三七一的中光店也是啊 底部打得这么扎实 肩冲出去 如果蹲下来 当然是好事啊 因为上升三角形 一支咖 两支咖 三支咖 四支咖 都噴出去而已嘛 获利六年新高 净值四十八块 现在三十九而已 就有空间嘛 所以你要找只用压回来买 压回来买 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 我们今天推出一个活动 底部大赢家的专案 我们今天推出底部大赢家的专案 什么叫底部大赢家 底部大赢家就是 我只带你买底部的股票 只带你买底部高货力高成长低本一笔的 如果业绩很烂在底部那也不行哦 我不会带你去买涨高的 我只带你买底部高货力高成长的 你看我一直用这种方法做 我一直用这种方法做 古年有八档 有八档 赚超过五十趴以上 你们都知道 我一样用这个方法 指数在九千七九千八 不重要 你只要跟我一起锁定 这个底部的高货力高成长股 那就对了 这样做就对了 你不用去在意指数 有压回那更好 有压回那更好 我们今天推出第一天 今天推出第一天 就今天 听清楚就今天 你今天参加底部大赢家专案的 你的费用 我零和宴 帮你出一半 你的费用 我帮你出一半 就今天而已哦 我不可能每天都帮你出 我会破散 你今天参加的人 你的费用 零和宴帮你出一半 就怕你而已 就今天而已 跟我一起 底部大赢家 买底部的股票 我们来看晶电 晶电间为什么一开就这么强 晶电间为什么一开就这么强 为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这两天消息传出来了 大陆再度调长LED的报价 一月份的时候 大陆最大的三氨电子 已经调高晶片报价8%了 那这两天 大陆另外一个封装大厂 木森林 调高灯具的报价15% 你知道大陆目前他们在推氯化 因为那个空气真的太脏了 那个国家真的太脏了 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所以在氯化的过程当中 你要消耗掉 把很多耗电的东西 慢慢要把它精减掉 要把它改变 所以包含电动车啦 钢铁去产能啦 水泥去产能啦 很多耗电的高污染的 那你要省电 LED是最直接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导致LED的需求 暴增 那暴增的结果 三氨电子 一月份已经涨价8% 现在木森林又涨价15% 现在传出来 最热门的商品 已经缺货 大概三成的缺口了 你知道晶电 它是全球前三大的 LED颗粒厂 甚至于在蓝光的部分 蓝光颗粒的部分 它是全球最大 所以缺货的情况下 谁收货最直接 就是晶电啦 今天说LED的股票全部大涨 晶电是第一个拉涨停的 买股票 同一个族群里面 就买龙头就对啦 你不要去买到二线 三线四线 买龙头就对了 所以今天大涨 其实是预期中的 因为一月份的报价 已经开始调高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过年前也开始跟大家 报告这支股票 今天终于印证了 年线铺在底部 今天第一天有压回 今天亮出来有压回就是买 要买的地方要买一种 还有几档 还有几档 这不是啊 这也是底部的啊 获利创历史新高 年线 我也在等它压回 指标在高档 压回我们会下去接 压回下去接 指数在9700 9800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买底部刚起涨的 你一样可以赚到大钱 今天推出底部大赢家的专案 今天第一天 所以只有今天而已哦 你今天参加的人 你的费用 我帮你出一半 就今天而已 就今天一天而已 你参加的人 我费用帮你出一半 专买底部高获利 高成长的股票 答案进来 我们的负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并致富投资风险